我家的爸总裁回来了 我来了 爸的总裁回来了 我来了 小娇 还给我带着有礼物 谢谢 爸的总裁回来了 小娇亲在跟他家里边正在做饭 尝了个白菜 烤了个肉 亲手的虾 娜娜的礼物 完美 打开 算是回来了 回来一会儿问问吃惊的进展 娜娜这会儿不过没有吃饭 你看爸都总裁把他自己的份吃完之后 然后再来一份饭 连着干了两三碗饭 不是平常爸的总裁吃得很少吗 小鸡鸡一做饭 就连吃两三碗 一样一样的小说情节 这烤肉都吃没了 我带了两个橙子说希腊的水果很好吃 还怕不敢带多 然后是给我带了瓶香水回来 娜娜是一套玩具 这霸道总裁的礼物是不是有点寒酸了 人家那个真正的小说的霸道总裁 来个两百万的套装 首饰是不是 小高定衣服随便穿 第一天就去变那个印度的那个情形了 办完之后回来接受 说娜娜这两天困在家里都无聊了 带他出去撒个花儿去 忙碌的一天 他爸也天天喜欢拿胡子扎他的 你看看他 他还 地上那个电脑特别恼活 然后熏着背特别舒服 感觉比床上躺着还舒服 拨十六的男人最帅 大刀存财给小娇妻拨十六 我在吹泡泡 你在吹泡泡呀 因老公的强烈要求 再给大家发一些他在希腊拍的视频 因为你们都夸他拍的比较好 大家边欣赏边给大家聊个天吧 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土耳其晚上发生地震这个事情 大概晚上正睡的明明乎乎的时候 突然感到有一些 就像在船上被一浪拍打的那种 眩晕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咯吱咯吱的声音 当时我以为我在作闷 正在疑惑中我半眯着眼睛 我发现我老公已经趴到我跟娜娜的上面了 我明明呼呼说的怎么了 他说地震的不要怕 一会就过去了 一说地震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 震感真的特别的强烈 然后我准备动的时候 他说不要动 因为楼上的话可能会掉一些锁碎的东西 大震跑不了小震不用跑 他说只要是防止有一些东西从墙底脱落砸伤 其他的就不用怕 大概持续的有个将近五到十分钟吧 那个震感才结束 结束完之后赶紧拿手机给家里人留言 害怕他们第二天早上我没起床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个地震的消息会担心我们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又赶紧在群里头给小姐妹们发短信 问他们有没有事情还好 大家一切平安 只是都被这个地震给振醒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震感太强烈了 不过万幸的是老公刚好在这天晚上赶回来了 如果是我自己面对的话 估计会比较慌张 她在的话就是那种安全感由然而生 让我更感动的是就是睁开眼睛的时候 她已经在默默地守护我们了 她这个行为让我觉得蛮是感动 就是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个原价也算是值了 我老公绝对是一个射牛 刚来希腊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伊朗人 他这边买的房子是一个小三层加地皮的嘛 然后直接当天晚上邀请他来他们家烤肉 结果老公真的就跟人家来了 这也是希腊的早餐 三明治各种面包 种类的话感觉比土耳其好像还多一些丰富一些 也许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 啊这个肉松包挨了挨了 真的好生气啊 他去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这算是除了印度之行 我们少有的分开旅行 另外我比较喜欢希腊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大海的一个小支流 这边是常年温度是23度 跳进去的话就感觉水温温温的 虽然现在天气凉了 但是还是可以美美的享受游泳 这是正后的早晨 感觉天和海已经融为一体了 回头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希腊的美景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金 请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感谢支持